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5号通过所谓台湾邦交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 被台湾方面称为所谓台北法案 其中建议美国同正在考虑或已经和台湾当局解除外事关系的国家 减少外交往来 对此外交部和国台办先后做出严正回应 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如此积极去扮演靠山大哥的角色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蔡当局紧报美国大腿到底是吃了补药还是毒药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继文将民轻为您全面解析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组建的郭家军正式试水温 着重布局2020民代选战 并启动感恩行程拉抬人气 台湾舆论如何看待郭家军的未来 台北市长柯文哲计划培养 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黄珊珊作为未来市长人选 不料却被亲民党方面批评要有基本的礼貌 柯文哲这一招是能促成白局和还是让白局彻底黄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继文江明钦为您深度解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5号在纽约签署初步贸易协议 特朗普说这是面向公平互惠贸易的重要一步 安倍表示新协议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但日本国内却批评这份协议是日本的全面投降 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协议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幹线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选海峡新幹线 我是爱科竹 在福州上各位问好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5号通过的所谓 台湾邦交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 被台湾方面称为所谓台北法案 其中建议美国同正在考虑 或已经和台湾当局解除外事关系的国家 减少外交往来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号 作出严正回应 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27号应询时 也强烈敦促美方认清形势 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消极议案 耿爽表示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所谓台北法案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耿爽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世界上已有17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 美国早在40年前就已同中国建交 现在却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这毫无道理也自相矛盾 美方应立即停止审议推动有关的涉台消极议案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号应询时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认清形势 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消极议案 立即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马晓光强调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这一历史大势 对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所谓台北法案 岛内网友并不乐见 有网友直呼 太好笑 假动作 口惠而食不治肺部 台湾外事需仰赖别国通过法案来维护 那台湾人成了什么了呢 还有网友想到了美国的对台军售 称 会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吗 我是说对于台湾来说 不会又是要求台湾加买军备 自立自强吧 台湾媒体也对蔡当局一昧宣扬 所谓台美关系大进展 警报美国大腿很不以为然 因为美国的所谓好处 常常让台湾赢了面子 输了礼子 所谓的美国挺台不是补药 而是毒药 事实上 台安全部门此前表示 台当局年底前 恐再断一到两个所谓邦交国 对此 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直言 太保守了 他认为 目前台湾仅剩的15个所谓邦交国 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灯 王定宇还说 在国际现实利益上 台湾与每个所谓邦交国的关系 都面临中断威胁 先过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诗员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科主 首先要感谢 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那首先呢 有两个面向的问题 想要请教 我们知道这一份法案 是25号在美国联邦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通过的 那究竟这一份法案 它有没有正当性 它真正上路实行的可能性 有多大 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美国这么积极地去扮演 靠山大哥的角色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授 这份台北法案是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用口头通过 所以你问他们正当性 当然没有正当性 但针对性有 针对两岸 针对大陆 针对台湾 这毋庸置疑 所以它的正当性极低 但是针对性极强 那如果从法律上来看 为什么我说它正当性极低呢 因为它是口头通过 在法律上 它必须要经过 送参议院大会 表决通过以后 再送众议院 那如果这个也通过以后 再送给特朗普签署 还要经过三道程序 那现在只有口头上的一个 内容的陈述 没有文本 这个美国去管两岸的事情 你不觉得就好像 一个赖粒头 管人家头皮多头皮血多 是一样的道理吗 如果你看一下资料 2018年美国在国 他们国内的枪支犯弹 死了4万人 平均一天死109个人 美国要管的是他们 怎么去维护他们的人权呢 他自己没有管好管我们 所以我觉得两岸的事情两岸解决 第一个 第二个美国为什么积极去扮演 靠山大哥的角色 这个很简单 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个太平洋 岛链上他要重返亚太 印太策略 台湾现在就是他的棋子 光只有棋子还不够 台湾最近要买了 21到30亿美元的 这个农产品像美国 这还不够 他还希望进一步地 把台湾推向 这个战争边缘 我认为这样做是推向战争边缘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认为说 台湾的涉外处境非常的艰困 那就直接跟台湾建交嘛 他又不肯 这感觉很像什么 感觉是不给你名分 但是家里面的拜拜 你都要来负担费用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吃人豆腐 所以我说他们有什么正当性 他有极强的针对性 把台湾当作棋子 这个花钱买他们的保护费以外 但还要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 我觉得这极其极其不人道 不符合世界朝鲁的做法 我们看到对于这一份内容 尚未公布存在着很多未知的法案 台当局已经急不可耐地 在进行响应了 不过台湾联合报 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发现 所谓的美国挺台并不是补药 反而更像是毒药 郑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 美国通过其实有很多是 与这个防务与台美关系 比如旅行法什么台湾保证法 其实我们看这几波的这些法案 共同一个特色 有口无心确实如此 因为美国国会通过的 这些诸多的法案 通常是建议而非强制 也因此它是建议行政部门 你可以这么样 这么样 这么样 包括防务 包括安全 包括高级官员相互访问等等等等 但我们发现说得多 但做得落实的 其实是寥寥可俗 比如说之前冲力性最大 就是美国军机要再到台湾港口访问 或是台湾军机可以到美国访问 还有一些军机或者人员 一些高等级的联合军演 比如像美国很有名红旗军演 或者环泰军演 美国国会都有建议 但2016年到现在 真正落实的有多少 我们看没有 没有一个获得落实 也因此就这样的回顾这几年 台湾和美国有关这些诸多法案的 所谓推动 所谓的大张旗鼓的 向大陆方面叫板 我认为 未来这个法案是不是也是 如之前包括两次国防授权法 或者旅刑法 台湾保证法等等 就是有点雷大雨小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消息 台当局财政部门26号 对私燕案中13名未涉及刑责 但超量携带烟品的蔡英文专机旅客 寄出了行政惩处 知情人士表示 遭罚金额最高者为蔡英文办公室 发言人士资议林家如 因为超贷36条烟品 被处约4.5万元新台币 所谓时代力量党籍明代黄国昌 再度质询华航撕烟案 炮火猛烈 到底谁是林家如 为什么能够私下拿走免税烟 台交通部门主管林家隆 以及华航高层通通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林家如这个人 他有买东西 蔡英文办公室也证实 这名林家如就是蔡办发言人士资议 据知情人士表示 经笔照刷卡记录 林家如购买了37条烟 而其余旅客大多仅购买5至7条少量烟 林家如是蔡英文办公室约聘的人员 也是蔡办发言人黄崇燕信任的秘书 蔡英文亲上火线做切割 在机上的购买免税的烟品 跟现在司法机关在调查的 走私的私烟案 那这些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性质 至于就是说飞机上的免费商品 免税商品或者免税烟品的 这不在形式的追溯的范围 因为它没有涉及到形式的责任 私烟案至今已经两个月 蔡英文当局相关部门对案情交代不清 连香烟数量流向也未能掌握 使得这一事件持续发酵 国民党及明代许舒华 25号在脸书发文痛批 私烟案是台当局的重大错误 但台当局处理问题的态度不佳 华航空品处副总邱章信任 该案被依贪污罪起诉 但是华航内部惩处 却只是将其改掉总经理事高级专员 印证了在蔡英文当局中有关系就没关系的真谛 出了错还是有位置给你 对于蔡当局私烟案 有台湾网友讽刺称 人赃巨货都轻轻放过 大事化小 表现出对台当局处理问题结果的不满 买一条烟的人是面临刑罚 那买37条烟的人交一点罚款就结束了 明明应该要由检调部门来说明的案件 但是蔡英文和黄崇燕急着要来拍板定性 教授对于诸如此类的私烟案的怪象 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基本上她办公室里面有参议资业 买超过限制的香烟 基本上她就是走私 就是违法 其实跟军人是一样的 跟涉案的军人是一模一样的 那蔡英文为什么马上把她定性做一个切割 这很简单 因为星星之火可以料源 也就是说当原来她所切割 她的办公室跟私烟都没有关系 她也不抽香烟 他们的办公室还有其他相关人物 都没有除了军方以外 她等于把断点跟整个一个底线 红线就划了军方 由基层的军官去承担所有责任 那她自己是非红尘不到我 只要跟她没有关系 香烟不上升火就烧不上来 那同时她要保护的是 她在参选当中 她现在最重要的庄角 最重要的操盘总干事就是陈菊 还有另外一个叫叶菊兰 一个是象征的意义 那一个是有实际操盘新潮流的老大姐 这两个如果因为CNN而烧上来的话 两个都辞职了 那蔡英文尽管现在民调虽然高一点 但很快就要崩盘 所以对蔡英文来说 这绝对是不可能承受的轻跟危险 因此画了断点 也就是说所有CNN都是军方的 除了军方以外 那她办公室的都交点罚款之了事 这等于是把所有的法律做得扭曲了 也就是这一个法律两种解释 军人活该要去承担责任 那如果她办公室自己的人 就没有关系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党同伐异 一种法律两种解释双重标准 你说多数的台湾民众 要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CNN来说 这事实上还没有完还没有了 她虽然想要保护的 绝对不是她的办公室的自一 她要保护的是后面的陈局 她担心如果她办公室开始有漏洞 小洞不补大洞叫苦 她等于把新兴料源的之火 先做采灭的动作 把她隔绝在外 让军人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所以也许在台湾服役的军人们 自己看清楚 这就是民进党 这就是蔡英文 有功是她的 有过都是你们要去承担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私烟案都现在已经事发 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蔡英文当局相关部门 对于案情是交代不清楚 而且这次可以看出来 她连这个香烟的数量 流向也是没有掌握的 郑先生处理进度这么慢 您怎么看 其实这也难为相关的单位 毕竟她处理的这个单位很敏感 而且又是最高等级 也因此对于底下这些芝麻绿豆官 当然是这个压力很大 你如何掌握一些政治上面的脉动和轻重 当然就是让他们伤透脑筋 尤其是这件案件 我认为就像江教授讲的 是非黑白其实很明确 其实老百姓眼中都是血量 你走私就是犯罪 设想我们每年这个 对于这个香烟这个蜘蛛必叫 结果这些人动辄几十条烟 感觉就罚罚钱就了事 对于老百姓这种切身的感受 感受度 我认为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至于说陈如前面有讲到 这为什么进度那么慢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这个相关的人的承受很大压力以外 就是如何进行切割 如何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就把这个案件走到现在 把这个整个精神 我认为诠释得非常的到位 也因此其实我认为这个案件 可能它还是会走得比较慢 那基本上它是想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然后就是台湾很多议题 每天翻来覆去 总有一些新的一些议题盖过去 当然对蔡英文来讲 最好就是大家 完全被这些鹰雾弹所混淆 这个案子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然后给它慢慢慢慢传过水无痕 但会不会这样子呢 我认为随着选战打得越来越激烈 这个案子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爆点 这个部分随着选战升温 然后更激化 我认为未来是很有可能的 好的 谢谢郑先生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虽然不联署登记参选2020 但是呢 他在持续累积自己的政治能量 不只是办感恩会 幕僚呢 也是动作频频 谋划2020参选明代 而台湾民众党主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积极地拉拢亲民党 计划培养台北市议员黄珊珊 作为未来的市长人选 黄珊珊接下来呢 会先接下副市长邓家基的位子 10月中旬完成人事变动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希望 这样的努力 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 郭台铭部联署登记参选2020 不代表2020郭家军会缺席 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蔡静瑜 26号出席活动 首度一脚踩进桃源 被认为是在试水温 户籍已经迁到桃源巴德了 那这部分我刚才也提到说 主要是郭台铭先生 希望在立委这一块 能够做权力的冲刺 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好的努力跟表现 那他希望说郭家军能够擦亮这一块招牌 郭家军整队准备出发 除了蔡静瑜 中国国民党籍前名代理家境之子 李静颖也已经基本确定 李静颖曾经是柯文哲台北市府的幕僚 郭台铭承诺会大力占台府选 而郭台铭本人 28号即将在台北举办首场感恩会 持续累积政治能量 只是对于外传 郭台铭要以清明党提名方式参选2020 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蔡静瑜27号回应称 郭台铭绝对没有向清明党 争取门票这方面的考虑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传言 其心可意 除了郭台铭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传出他计划培养清明党台北市议员 黄珊珊作为未来市长人选 黄珊珊也将先接下副市长邓家基的位置 10月中完成人事变动 正值2020选前关键时期 柯文哲找来黄珊珊入主台北市政府 也被解读是要拉拢清明党 取得清明党2020提名门票 只是这次人事安排 又没告知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双方嫌隙恐怕再度加深 好歹智慧一下吧 这是基本的礼貌吗 不会啦 这种东西解释解释就好 会在这些以后的科宗会没有办法达成吗 不会吧 其实宋主席对还不错 外界认为 誓言要翻转台立法机构 柯文哲虽然不亲自出战 但一举一动依然牵动岛内2020选情 有评论称 从柯文哲的言行来看 是在放眼2024 郭台铭2020参选录 好像是画下了句点 但似乎也开启了 他正谈录的新起点 他是希望说 2020明代选举当中 郭家军可以擦亮招牌 教授您对此看好吗 我先讲结论 两三点路不成语 七八颗星又在天 朱元璋写 这我对郭家军的评语 事实上所谓的选举在台湾 他一定要长时间的经营 收览人心 收览人心跟收买人心 一字之差天地之别 郭董有钱 但他长期在企业界服务 他是政治素人 如果就政治素人来说 郭台铭是全素 柯文哲是半素 原来做了一任台北市长 一个是全素一个半素 好 如果说郭家军 正要插亮招牌 其实他真的就是两三点路不成语 七八颗星又在天 不能不成七后 所以现在在整个台北的政坛 最流行的说法就是磕跟锅形成双母鸡 什么叫双母鸡呢 简单地说双母鸡的策略就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分进合集 互蒙其力 双方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关系 只要在政治版图当中 占一席之力就可以的 但问题是母鸡带小鸡的前提 一定是有两个 第一个 你自己要下去选 如果母鸡不下去 这个冲锋陷阵带头向前冲 小鸡会失去方向 我们都知道如果郭台铭跟柯文哲 只是场边观看 那就不是双母鸡 是双公鸡 在这个农村有句怨语 说再多的公鸡下不了蛋了 光打棉 对 就再多的公鸡下不了蛋 你双母鸡一定要下去选 一定有一个 不论参选领导人或者是民意代表 如果都不下去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一场郭家军能不能拆弄招牌 要看郭台铭的态度 这政治无法速成 政治是需要准备的 从这个个性 讲话 习惯 还有他的为人处事 他都不可能急就张 历练二字是政治不可或缺的要见 历练二字 所以你说郭家军拆弹招牌 他要怎么拆弹招牌 两三个发言人 两三点路不成语 七八个性有着天 我们知道亲民党在过去 四次的选举当中是 都扮演了失忆者的角色 可是目前来看 他的2020门票却非常的关键 想请教一下郑先生 您认为谁最后拿到 这一张门票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一个就是想请问 这张门票对台湾政坛 有实际的意义吗 其实这个最近是台湾政坛 跟大家高度讨论的一个议题 就是这张门票感觉 除了这个作为亲民党主席的 宋楚瑜会不会老帅赞助亲征以外 像郭台铭 柯文哲 还有这个王金平 其实都一一被点名 但其实我认为到底谁会搭这个顺风车 如果说郭 柯 王 三人 那搭这个顺风车上来 我认为可能和亲民党自身的利益 会有干戈 毕竟这次这个选举 亲民党如果要下来进行这个局 其实也迫使他进行这个局 就是如果他再不参与 没有一个带头作用 母鸡 带小鸡 可能亲民党他的泡沫滑更严重 尤其是过去几年来 亲民党的官环不断退色 最早宋楚瑜要选领导人的时候 那一次2000年的时候 声势浩大 差点就是把阿扁和国民党候选员 其实都挤下来 声望最高点 但曾几何时到现在 其实大家就笑 你无意不语 然后每亿都惨败 甚至大家就笑 你会不会选个里长 或许都选不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调侃的话 但真的是形势比人强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宋楚瑜即使上来 再度参选 他能带动的母鸡带小鸡的 整个能量 还有多少 其实颇值得存疑的 至于说柯 郭 还有王 三人会不会搭这个顺风车 那我认为这和 这个该讲的和亲民党本身的策略利益有关 如果说他们搭这个顺风车 由于各有这个利害 譬如柯文哲他有这个民众党 底下他也有民众党很多小鸡 这个郭台铭他本身有所谓的柯家军 那你怎么和亲民党进行协调 这个上面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我认为这些枝节都不是我们认为那么简单 设计是非常实在的政治的盘算 原始对于未来谁出现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很难看得清楚 因为根本结构的矛盾 其实很难搭下来 好像切蛋糕一样 切得清清楚楚 这一方面纠葛实在是太复杂了 某种程度来说 我觉得这一张门票有点像鸡肋一样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那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 柯竹 好的 谢谢诗员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5号在纽约签署初步贸易协议 特朗普说呢 这是面向公平互惠贸易的重要一步 那安倍表示 新协议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但是日本国内却批评 这份协议是日本的全面投降 那么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协议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又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主 历史间9月2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谈 双方就缔结贸易协定达成最终协议 并签署文件 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集中在农产品问题上 日本将为价值约70亿美元的 美国商品打开市场 但是日方谋求的汽车 以及零配件问题 却没有得到美方的回应 成果有限 特朗普在签字仪式上说 这是美日两国达成一项 公平互惠的贸易协定的重要步骤 该协议还涵盖两国之间 约40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 安倍表示 初步贸易协定生效后 两国经济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对两国而言是双赢的协议 据报道 该协议文本还需要在两国通过国内审查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25号表示 日本议会有望在10月或11月 通过上述协议 协议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生效 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 美国农储产品在日本的关税税率 预计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成员国处于相同水平 美国农业团体此前发表声明称 感谢特朗普政权在对日谈判中 优先磋商农业问题 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称 对日贸易协定将使得美国 重返公平的竞争环境 日本在新协定中大幅降低了 美国出口日本农产品的关税水平 但美方却并未同意取消日本汽车 以及汽车零部件关税 仅仅是同意暂时不提高汽车关税 日本共同社发表评论认为 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 给日本工业带来的好处 预计十分有限 日本最终选择做出大幅让步 等同于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 不加批判的予以承认 自命为自由贸易骑手的日本 迄今建立起的地位或将崩塌 日本前助黎巴嫩大使 天目之人撰文称 25号签署相关协议 是日本的全面投降 有分析认为 目前达成的日美贸易协定 临时意味明显 双方给予尽快达成协议 分歧较大的汽车关税 日元汇率等问题都予以回避 事实上只是一个阶段性协议 在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 日美两国最快将在四个月内 决定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范围 对汽车关税等问题展开继续磋商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签署贸易协议 特朗普说 这是面向公平互惠贸易的 重要一步 安倍表示 新协议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那么就您的观察 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呢 这份协议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内容来看 并不像安倍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双赢的协议 实际上是日本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美国呢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这个让步 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从日本方面来说 它在美国所关键的一些关键领域 比如说美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方面 它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美国向日本出口牛肉的关税降了很多 美国向日本出口猪肉的这个关税降到了零 这些方面也就是美国所关心的 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方面 日本基本上是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而这个美国对于日本所关切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方面 美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美国只是承诺不再加征 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的关税而已 对于日本想要降低 这个向美国出口汽车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要求 美国一点都没有答应 美国只是在对日本来说 并不太重要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日本向美国出口机床 向美国出口这个自行车 包括一些乐器方面做出了让步 减免了这方面的关税 但是在关键的领域方面 美国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许诺 所以这个对于日本来讲 它做出的让步多 得到的这个回报少 可以说是一份不公平的 对日本来说是赢少输多的这样一份协议 不过这一份协议显然是没有得到日本民众和媒体的认可 日本前驻黎巴嫩大使天幕职人 甚至撰文称 25号签署的相关协议是日本的全面投降 那么在您看来安倍为什么要签订这份协议呢 安倍之所以签署这样一份在日本一些外交官看来都是一份全面投降的协议呢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安倍看来 日本对美国在贸易上有求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和美国的贸易 日本是顺差一年大概是670亿美元 所以呢安倍总觉得日本在这方面亏欠了美国了 所以对美国的一些要求呢就步步退让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 日本是美国的这个盟友 日本的安全防务 依赖于美国 那么特朗普呢在这个方面不断地向日本施压 要求日本不断地提高 美国驻日本这个军费的负担 甚至威胁呢 如果不承担更多的费用的问题的话 美军甚至可以撤出日本 而我们知道自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在防务上是依靠美国的 而且正因为依靠美国的这个防务 保护日本节约了大量的这个军费 用于经济方面的发展 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 安倍呢就想在这个经贸领域方面做些让步 这个以抵消美国对他的这种压力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 特朗普在谈判中呢 不断地向这个安倍施加其他方面的压力 比如说威胁 如果安倍不答应美国的要求 那么美国就会全面地提高 日本输往美国产品的这个关税 因为我刚才说了 日本对美国是顺差 因此呢安倍认为 如果大幅度提高日本输往美国的关税的话 对日本更不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 安倍就做出了让步 安倍希望呢通过这样的让步 使得美国能够在安保啊 这些问题上 不带对日本这么咄咄逼人 在全面贸易方面 也不要再向日本征收更多的关税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 我们先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 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我是爱科主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就每日递结贸易协定的相关话题 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据报道 对于这份协议不光是日本国内不满 美国方面也不太满意 据有消息说 美国商会认为还不够 呼吁美日达成全面高标准的贸易协议 解决所有贸易优先事项 那么目前这份协议 还要在各自的国内走完程序了 您对它的最终落地 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这份协议是需要得到 美日双方国会的批准 要到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 尽管美国国内的一些商会 对这份协议 还为日本让得不够 但我个人认为 这只是说辞而已 只不过是想要让日本 做出更多让步而已 但美国国会 我认为他应该是会批准 这份协议的 那么关键点是在日本的国会 日本的国会 对于这项协议的批准 我想不会是那么顺畅的 因为这份协议 显然日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美国没有做出回报 已经引起了日本国内 各个方面的不满 因此日本的国会议员 在讨论这个协议的时候 那么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代表日本农业口的 这些议员 他们会为了日本农民的利益 而坚决反对这份协议 因此我想在日本国会讨论和批准 这项协议的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坡者 甚至通不过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总而言之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难点 是在日本国会是否能够通过 那么可能安倍 为了使这个协议通过 他可能会做日本国会议员的工作 但是他这个工作做的程度如何 这些议员考虑到他选取农民的利益 可能不会满足安倍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份协议在日本国会能不能通过 是一个大的问号 如果通不过 那么这份协议也会胎死腹中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 海峡五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